这学期学习正宝课 有热能与动力机械基础 英语是Solar Energy and Power Mechanical Space 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专业 就是从咱们大二 第二学期开始接触的是专业课最一 是正宝课 可能还开的是内润机构造 那就是说我们学热能与动力机械基础 对我们专业课来讲 在什么样的位置 这应该记录 因为我们入学的时候 我们这个专业是热能与动力工程 括号汽车发动机 那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也是在工大毕业的 毕业一直在这 可以说今年是我的教30周年 那么当我入学的时候 我们这个专业的名称叫内润机专业 内润专业 而不是这个热能与动力 那么我上大学的时候呢 是什么叫内润机也不知道 可能你们上大学的时候 什么叫热能与动力不太清楚一样 那么有的家人问 热能与动力是不是烧锅炉的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是烧锅炉的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烧锅炉 那么我们通过这本课来看 锅炉在我们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关系和作用 当然我们不是烧锅炉的 所以这么看来是 我们可以说是我们专业课的基础 当然是从2000年左右21世纪以后 我们在国家的较为大改革 专业调整的时候 亲舍了这么刻 也就是说把内润机专业调到热能与动力工程 所以我们现在是热能动力工程 但是为什么加括号呢 社会上不太认识热能动力 所以如果是不加发动机原理的话 包括的人数是明显下降 所以我们加了括号是汽车发动机 汽车发动机 当然我们这个专业是以发动机为主 然后是加了一个其他的课程 那么我们这个像这么刻一样 热能 我们发动机用的就是能量 能量的一个是热能 然后是动力机械 那么动力机械我们可以看出在英语来看 它是附属名词 那么动力机械很多种 其中之一就是内润机 那么我们这个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内润机专业是原来不属于汽车学院 我们叫做动力系 当时没成为学院 所以我们叫动力系 那么动力系包括什么呢 是我们的内润机专业和电子方面的 这个电动机啊 这些电子专业 这我们成为一个动力系 后来我们把这个内润机专业是挪到汽车学院里头 然后电子呢是送到电子器分开了 所以现在我们叫汽车学院当中的一部分 内润机 因为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 那么工单是以汽车发动机为主 所以我们这个专业调完以后 那么现在以汽车发动机为主的热能动力工程 所以我们的本课生是热能动力 当然是研究上是动力机械级工程 那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课程设置的意义呢 就是前面讲过的 专业调整以后新开的课程 为什么开这个课呢 就对本课生的培养要求 因为现在社会形式的发展 已经很快了 所以说我们的人才培养的目标 必须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国家来讲一个重要措施之一 那么从讲课的知识面上 我们是不仅要学现代动力设备能量转换的特点 能量转换的特点 还要学习什么呢 是能量的结构 能量结构和能量 这个能源发展的新趋势 这个好像有点变了 因为这个21世纪以后 有个四大特点 四大特点 一个是我们知道一个能源的问题 污染的问题 信息化的问题和人口的问题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21世纪以后所面临的四大课题 四大课题 那么应该很荣幸 我们这个专业所要研究的内容 应该说是包含着这个四个内容都包括在内容 为什么呢 人口问题 人口的增加 因为现在人们的手里有钱了 人口的增加应该说汽车的保油量增加 所以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出汽车工业 特别是中国汽车市场发展非常迅速 那么汽车的保油量越来越多 那么汽车工业在中国的国民经济当中所占的地位 所以这个是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这个人口的问题 那么信息化的问题 那么信息化的问题就是针对汽车技术 那我们说汽车发动机了 针对汽车发动机现在面临的问题呢 一个是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问题 环境污染的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私有能源是非常紧缺的 那么现在像世界动荡 包括这个伊朗也好 其他这个私有国家 美国侵占动荡 都是为什么呢 抢占能源问题 能源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能源紧缺是21世纪特点之一 那么我们在私有能源使用以后 特别是汽车发动机 尾气排放对城市环境的污染是相当严重的 包括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呢 不管是发动机 这里发电厂也是我们设计的内容 这里发电厂的盐筒 这个排岩 对环境的污染 那么汽车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已经是相当严重 这个是我们已经切身感觉到 感觉到 那么最近电视里播放 欧洲很见的这个下雪 气温不正常 气温不正常 那么这个今天我们下雪了 温室效应 好像有的人提到这个温室效应 重新要提出来 那温度为什么这么低呢 但是现在可以讲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 这个时候长春市最低温度是零下37度到38度 现在是没有达到零下30度左右 都顶多是零下20多度 那么这样也就是说 温室效应以后 东北应该是更加保地 气温是相对来讲变暖了 但是冬天不太冷 四季分明 但是这个是对全球来讲 污染是相当严重的 那么对我们这个车用发动机来讲 怎样控制这个解能 就是解能效果 然后呢控制尾气排放 这是现在汽车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新的挑战 因此呢 现在的发动机全部为电控化 可能这些开了一个内战机构造 内战机构造 估计内战机构造讲的新的技术不太多 可能还是传统的内战机构造 那么对电控化以后的发动机 电控化发动机 那么变成什么呢 机电一体化 机电一体化 成为机电一体化的产品 机电一体化的产品 那么机电一体化的什么呢 一个机械和电 那么我们这个专业要学的 不管是机械的发动机结构 还有是电子系统 电子控制系统 所以现在发动机呢 是通过电控化 来控制发动机 使它达到最佳的效率 同时呢 降低排放 达到这个排放标准 排放标准 那么这样的话 电控系统 它需要什么呢 很多发动机 传感器的信息 来掌握发动机 运行的状态 然后呢 控制发动机 达到最佳的工作效率 同时呢 降低排放 所以这样的话 现在的发动机呢 是离不开控制系统 离不开控制系统的话 离不开是信息化的控制 信息化的控制 所以应该说 我们很荣幸 现在我们要学的 发动机的结构也好 发动机的理论 不像传统的机械 那么现在我们在学科里 还有个讨论 汽车可以纳入到机械大学科 因为汽车本身不是学科 不是一级学科 一级专业 所以汽车呢 可以纳入到机械学科之内 动力机械可以独立 所以我们感到 我们这个专业不在委屈了什么呢 我们一级学科 在汽车学院里头 就二级专业之下 所以这个是 我们这个体制不坚全的问题 所以说明什么呢 我们动力这个专业 应该说是 第一级学科来讲 热能与电力工程 所以我们这个学科是比较大的 因为设计面比较大 所以我们涵盖了四个内容 因此呢 可能参加工作以后 我们要科研的话 都是来就这个时候 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们做一面的最大问题呢 就是能源危机和地球环境污染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现在 在学发动机的时候 同时要考虑的 让发动机的研究 发动机研究 你离开这两个 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这个过去的话 过去的话 我们从内乱机的角度 这研究的方向 如何有效地应用发动机 仅仅从这个角度考虑 因此呢 我们当时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 专业化太专业化了 太专业化了 那么从现在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说从能量转换角度 怎样更有效地利用 并达到解能又环保 这两个问题 解能又环保 那么目的是 现在我们提倡的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 这个是我们这个经济路线 经济路线 所以我们这个学习本科的目的 本科的目的是 当然这个了解和掌握 能量转换的基本原理 和解能的途径 当然解能的途径 包括减排 解能减排的有效途径 那么其中能量转换 能量转换 因为我们知道 发动机对汽车来讲 它输出的是机械能 也就是说推动汽车行驶 那么这个机械能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也就是说从哪些能源转换到来 那么这个转换的基本原理 你不懂这个基本原理 你能达到解能减排是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要掌握这个问题 同时呢 从不同的能源的特点 和利用方法 以及能源利用的评价方法 这个是通过我们这个课程 要学习的问题 那么这个是能源评价当中 不仅仅是发动机的问题了 那么现在社会 石油能源当中 能源的利用 是否有效利用了 利用了 那么这个直接关系了 国民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考虑的是 不仅仅考虑发动机 而是整个能源系统 一个国家的能源系统 能源系统 所以这个是 我们知道我们课的目的 所以根据这样的目的呢 我们这个课的主要内容 从科目上来讲 就设计了这么多 这么多 一个是典型的动力设备 装置当中的能量转换和利用 包括这个内容机当中的 这种转换的特点 包括结构 涡轮机 或者喷气发动机当中的 这种转换特点 那么这两个呢 可以说是动力机械 典型的两种动力机械 动力机械 然后呢第三个部分 锅炉或者呢 化热器当中的热能的利用 利用 那么这个呢是 主要是热能设备 锅炉是产生热的 那么化热器呢是热切换的 所以热设备 热设备 第四种呢是 这两个同时应用的 热力发电 基本原理 就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用的这个电力 这么来的 这么来的 那么这个热力发电呢 是包括锅炉 包括放热器 然后呢包括动力机械 动力机械 这是大的 大的 然后呢 还有一种热能设备 是智能与空调 所以这个呢 是现在 人类生活当中 一不开的智能与空调 冬天 你不空调不行 就太冷了 夏天呢是不智能也不行 太热 那么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用品 冰箱等都是这种设备 设备 然后呢这个最后一个部分呢是新能源的 新能源的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用的能源的现状 然后呢 讲来应该什么样的能源 什么样的能源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主要的内容 那么现在我们讲用的课文 课文是这个课文 但这个呢是 我们已经 可以说这个课已经讲了十年了 我应该说十一年 现在是十一年 但是一直采用这个课文 不是说是这么 这个教材是最好 但是没办法 现在用的这个教材只有这一本 这一本 那么前几年是 也申报了一些这个 这个教材改革的项目 教材改革的项目 因为这个教材是有缺陷 什么缺陷呢 可以翻开这书目录就可以看 可以看 那么这个书呢 并不是按照我们这个 明场热能及动力机械基础来编写的 编写的 所以这个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 它没有逻辑联系 逻辑联系 所以当然是大部分内容呢 我们都照这个书时讲 但是呢 讲的顺序和深度 跟不太一样 那么这本是可以这么讲 是几个专业的老师 写完以后拼凑起来的 那么主编呢 肯定是搞锅炉的 我们马上判断出来 我有推测肯定是锅炉的 所以呢 是地上许轮以后 导轮以后 紧接着锅炉 然后呢 是锅炉机械 热力发电 这个动机械 智能系统 交叉了 交叉了 按照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 我们讲的这个热能 给动力机械基础的时候 一个是能源的问题 然后呢 两大设备 一个动力设备 和热能设备 热能设备 这个逻辑很清楚 但是这个书上 没有体现这样的逻辑问题 那种逻辑问题 因此呢 我们讲课的时候呢 是按照我的这个逻辑思维 思维 这个顺序要再调过来 调过来 因为我是搞动力的 肯定搞动力的 所以我讲能源以后 先讲动力机械 然后呢 讲这种设备 按照这个的顺序 顺序 然后呢 有些内容呢 是像能源问题 我加一下 这个能源 它迅速的不太那么多 不太那么多 所以这个是 需要这个修正的问题 这是这个参考书的 考核的方式 因为我们这个是 专业课已接触以后 第一个 第一个必修课 那么考试呢 是平时 这个惯例 占20%到30% 那么期末考试呢 占70%到80% 那么有的这个学生说是 按照这个条件的话 直接看这个30 我期末考试打这个 70分就可以 所以要求计格就可以 这个我现在要求太低了 如果你平时不好的话 平时不好的话 我这个直接给你打零分 不可能 平时分不是 你好了就给 来了就给30分 好 这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因为平时也有作业 我判作业 判作业 这有成绩的 成绩的 所以一个是 这个平时看作业 和平时出情情况 出情情况 以往的经验来看 我们这个好像 三个班 105 现在对不对 我不知道 好像这个不够 105 但是去年是 因为我们三个班的话 90多个人 但是每届都是 20个人左右 不来上课的 不来上课的 所以一般说是 不及格的人数也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这个这么快呢 是不像你们书学也好 其他的外语也好 字学可以成才的 因为这个很多专业课 不像这个 你们所想象的 所以需要老师讲解 讲解以后 需要你们及时的复习 必要看书 看书 所以为了让我强迫看书 我这个 PPT 就要不给你们考 回去看书 那么这个第一个部分 序论 我们这个讲的是 导论部分 这个有些区别 区别 那么这边呢 主要介绍一下 能源的概念 能源的概念 那么从人类社会开始 应该说经历了 到目前为止 经历了三代 这个能源的文明 能源的文明 因为换句话来说呢 是这个经历过程当中 人类的文明的发展 应该说是跟能源的利用 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人类发现火的时候 火本身就是能源 但是这个发明火的时候呢 它不一定是 感觉到能源的存在 能源存在 那么发现火之前 应该想象出来 这个人类社会 像什么样的社会呢 跟动物一样 自然规律 如果你也能战胜这个动物 那么你吃动物 如果你被动物打败了 你就被动物吃掉了 这个火的发明 之前的人类的生活 当然这个火的发明以来 应该说是人的文明 是发展了 那么发展过程当中 因为火的发明 才有第一代能源 才新能源 因为烧火嘛 自然界烧火什么呀 这个树脂或者杂炒 杂炒 所以一开始 用这个树脂和杂炒 干什么用的呢 只能是做饭 取暖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能源 再加上靠人力 矗立和简单的机械 开发了什么呢 是这个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 所以这个是最原始的 而且呢 这样的第一代能源的历史 应该说人类社会上最漫长的 最漫长的 达到什么数字呢 是十八十七初为止 那么有的呢 到现在为止 特别是中国的偏区 山区本然是用的是这样的地带能源 地带能源 所以这个是旅游到你可以看出来 到现在为止呢 好像在哪个地方呢 云南我去过一次 云南 那么烧火以后 从点火开始 一直到现在不能熄火 这个民族熄火 不能熄火 那么这个烧木车烧多少 烧木车烧多少 所以这个是现在地带问题 那么第二代的能源 第二代的能源 是十八十七在欧洲产生的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 那么这个产业革命呢 第一开始发展的是煤炭工业 因为这个火的发明以后 知道煤炭可以烧的 可以烧的 那么煤炭工业的发明以后 也应该说是 这个是主要是在英国 煤炭工业 煤炭工业发展以后 再一个发明的是蒸汽革命 蒸汽革命 那么这个蒸汽革命呢 是从发明蒸汽机开始 后面可能要介绍到蒸汽机的问题 它并不是 现在我们 不知道你们这个蒸汽机发明怎么讲的 就瓦特怎么介绍的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说 蒸汽机就是瓦特发明的 就烧水当中 胡锤炭的蒸汽灵感 发明了蒸汽机 当然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 因为它全身也研究过 蒸汽机的原始的动力机械 在那个机械上进行改进而发明 这是蒸汽机 蒸汽机 ASS 感谢观看